红发会被基德拉下马吗 其实如果是三大船长彻底的代替旧的四皇 应该是比较酷的一个安排 罗那边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把黑胡子给反杀了 然后基德那边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把四皇红发给拉下马 然后陆飞罗基德加上八基四个全新的四皇 伟天要敢这么话的话那就不能说太酷 但是绝对是让人意想不到的 可是海贼王他又是比较扎实的一部漫画剧情 他还是靠实力来讲话的 何之国四皇凯都被拉下马 是靠三大船长何力还加上陆飞尼卡的觉醒 不管是罗还是基德单靠自己的海贼团 就要把黑胡子海贼团或者是红发海贼团拉下马 不现实 尤其是基德这边不光是红发 还有巨人族的帮忙 这确实是实力的问题实力不对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基德至少在二巴夫的情节之上 不可能把红发拉下马 正面对抗的话他必败无疑 而且基德跟罗基本上就是分别给黑胡子跟红发送历史证文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